为什么朱元璋能建立明朝 李自成却失败了 因为朱元璋和李自成这两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朱元璋是一个路线非常灵活的人 一边可以说驱逐大陆 另一边还可以说镇本农家乐生于有缘之事 我在元朝过得挺好的 然后把红金军臭骂一顿 咱们就看朱元璋的登记招数里面就能够发现 人家在口头上从来就没有骂过元朝 他能登记是因为红金军这帮贼寇闹事 气得他不得不起来教训他们 在给元帅帝的信里面 老朱还特意强调说我是为智君以弃宗舍而去 我是来帮你的 结果你人却跑了妥妥的大元忠臣 可是转过来呢朱元璋又说 原非我类入主中国百有余年 天宴其婚淫亦用允决其命 这帮蛮蚀完全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说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家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只要优势在我怎么说都行 可是李自成那帮人就有点英雄主义了 人家从一开始口径就很明确 明朝统治者这帮人太不是东西了 我就是来替天行道灭了你的 这两个人看起来干的事差不多 可实际上完全不一样 朱元璋起来的时候 当时的局面是元朝后期 蒙古人建立的统治崩溃了 一大堆农民骑军到处打土豪 这些元代的地主师生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军阀出面 保护这些地主的利益 恰好朱元璋就是非常合适的地主阶级保护者 而且朱元璋人家自己心里也是知道的 明朝人自己编写的《明太祖实录》当中就有记载 朱元璋在攻打下金陵之后 就立刻在金陵 灰州 宣州 这些江南地区召集群众代表 热心谈话 不过人家找的不是农民 而是当地的士绅如生 通过这些人 把当地的农民动员起来 抓紧时间恢复生产 所以说人家一直都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他实行的土地政策 也是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为核心 同时对于百姓开荒给予一点福利支持 所以当时大部分的士绅都认了这个新老大 但是李自成的时候就反过来了 明末的社会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活不下去了 但是士绅地主们过得都挺好 只要明朝没有崩 这些人还可以接着奏乐接着舞 可是明朝崩不住了之后 李自成的农民军就像原末的红金军一样 到处打土豪 等同于是天下士绅苦闯亡久矣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打踪东北来了一帮满人 直接提出说 要把李自成夺走的土地给还回去 这下全国士绅 包括南明的人都兴奋起来了 纷纷掉头打向李自成 要不是清朝入关就搞了替发义服 南明根本不可能坚持那么久 于是就上演出了 农民军打着打着变成明军 而明军呢 打着打着变成清军的离谱局面 宋朝人文艳伯曾经就说过 天子唯于士大夫之天下 非于百姓之天下 家天下的时代 没有无限念 也没有基层组织 想要皇权下乡 动用基层 那就必须要依靠士大夫阶层 他们可以维护地方的稳定 还可以为朝廷起到 完成税收的作用 朝廷为了保证这些人 愿意给自己做事 那就要把免税等 一系列的特权放下去 所以皇帝本身 就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像李自成这种 把斗地主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自然不会成为第二个朱元璋了 都被调帅饮到达所 Hammond 描销 柔